因为有一些朋友他非常纳闷说我不跳广场舞 我也没有什么剧烈的什么踢足球这样的运动 我也没扭过动都不动 但是我半月板就损伤了 你看看这位朋友他觉得自己挺冤 我过年前膝蓋盖半月板才做完手术 这个手术前滑得挺决 你看别人半月板时常的啥的 都是做运动了 我这一天天那啥也不做 别说运动了都是家务活都不做 没有啥剧烈的运动 咋就半月板时常了呢 那天我正和几个姐妹们来连见你 我就坐在沙发上 这不说的话太多了 渴了 起来倒杯水 这腿就咔嚓一声 脚疼 当时就觉得腿是拧着了 挺着走路 啥也不打工 就这么的挺到过年前 发现这膝盖越来越疼了 而且膝盖肿也厉害 然后就突然间你走路费劲了 所以才合计到医院 才发现半月板寻伤了 动也不动 广场舞都不跳这种呢 为啥它半月板的损伤了 这个要从半月板损伤的连引去分析 就是说半月板 一种是完全的这种 由于暴力造成的损伤性这种撕裂 但是还有一种 就是半月板 是由于本身蜕变 就是它质力已经不接受 所以即使一个 就像刚才说的 没有一个明显的 一个扭转的这样一个动作 那么也会造成半月板的损伤 甚至是撕裂 是吗 那我们来连线一下这位朋友 看看他的具体情况 好吧 您好 这位朋友 您多大年龄 59了 做手术之前 膝关节有什么问题吗 半年前发现膝盖有点疼 但是还能忍 不过就到年前的功夫 就突然走路也费劲了 膝盖肿起来了 结果去医院检查 发现是半月板损伤 像这位朋友这样 在家 家务活都不做 然后出现半月板损伤的人多吗 有 像这位朋友讲的 他之前 半年前已经有 这个膝益关节疼痛的表现了 就是说他关节之前 已经有问题了 也可能是蜕变 也可能是半月板之前 就有损伤 这样造成的 牵延了半年 半月板损伤就加重了 经常会有这样的病人 就癌光片都正常 没有什么问题 但是呢 其实实际上他病呢 却不轻 比如说半月板损伤 因为半月板本身呢 是显微软骨 所以它不是骨性的东西 所以本身癌光片不显眼 甚至说吸体 因为吸体是 癌光断成扫描 所以说实际上 本质上也是通过 放线线去检查 所以对软主制呢 依然是不显眼 所以有很多人 癌光片 甚至说吸体 都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呢 却有半月板撕裂 谢谢你